詞曲 李宗盛 議員 李宗盛 議員 大家好 反顧去年的一整年 我們觸目驚心的看著 全世界因素 武漢會員COVID-19的衝擊 確診人數 從一千萬五千萬 跳到一億 跳到現在一億七千多萬 死亡人數從一百萬 兩百萬三百萬 到現在三百七十幾萬 當時我們一直慶幸 台灣在全體國人共同努力下 真的是亂世中的福利 現在變種病毒侵入 我們看到 在各地 台灣面臨 非常大嚴峻挑戰 我們更感覺到 真的是全體國人 同島一命 所以在此時此刻 我要非常感謝的貴院 能夠以最快速的效率 在五月三十一日 上禮拜一 就通過了特別條例的修正案 並且把期限延長適用一年 把預算上限再提高 也因為這樣 我們也看到 各界所需要的 照顧的民眾企業相當多 所以依據條例的相關規定 我們立即提出紓困4.0案 在行政院會通過後 當天就送達貴院 並且依條例第十一條規定 在行政院核定後 先行動之一部分 而為了方便 去年已經有個人紓困 合乎資格的民眾等 我們就立刻匯入各該民眾的帳戶 已經在六月四號當天 凌晨臨時就入帳 達三百六十萬人之多 而第二波需要紓困的對象 我們也寬累 並且從昨天就開始受理申請 還有第三波 在歸院支持下 孩童家庭防疫補貼 每位一萬塊錢 就有250萬個孩子家庭受賄 另外自營業者 無一定雇主的勞工 過去只有脫保薪資 在兩萬四千年以下的民眾 才能領三萬塊 這一次超過兩萬四千塊錢 則同樣也可以領一萬塊錢 還有無家寶的勞工 今年也已寬累 所以一共有七百三十萬人受賄 比起去年我們擴大各種紓困對象 我們寬累 所以多增加達三百三十萬人 不但如此 我們建立去年的教訓 而在去年的環境中 我們就已經預作準備超前部署 所以防疫的物資更為豐富 口罩庫存產能檢驗的量能 醫療院所相關的防疫物資安全存量 都大幅的提升 專責醫院專責病房 集中檢疫所跟防疫旅館等 都積極整備持續擴增 資料照護所需要的相關 設備器材藥品 也都充足並且更增加採購 在疫苗取得的方面 透過多元採購 國內外並進 合計已經簽署 疫苗採購契約 就達三千萬劑 目前實際取得的有兩百一十一萬劑疫苗 而除了AZ疫苗已經陸續施打外 十五萬劑的莫德拉疫苗 明天就開始施打 而上禮拜五六月四號 日本政府給我們 演出的一百二十四萬劑AZ疫苗 也將在這個禮拜五六月十一號 完成檢驗封間後 就會開圖指佩波施打 美國政府在前天 特別由三位誇黨派的參議員 專程來台 宣布美國政府將捐證台灣 七十五萬劑的疫苗 並表示對台灣 自由民主的堅定支持 我們對於日本及美國 在台灣疫情轉取監困的此時此刻 及時伸出援手 特別感到溫暖 特別表示最誠摯的感謝 到八月底前 預計共約有一千萬劑的疫苗會到位 至於施打的順序 由指揮中心 預計疫苗到後的情形 跟評估整體群體的風險性 陸續撇撥 政府也已經做好 大量施打疫苗的規劃跟準備 先前貴院審議通過的特別預算 計算共四千一百九十九億元 截至五月底 累計執行數佔分配數打九成 本院依特別條例第十一條的規定 編制完成這一次的最佳預算案 稅初共編列兩千六百億元 裁員規劃以幾屆債務之印 主要的內容包括 防治經費七百三十四億元 紓困經費一千八百六十六億元 防治經費用於疫苗採購 提升檢驗量能 增過防疫物資藥品 強化應變醫院整備 增設集中檢疫所跟 防疫旅館補助 地方政府檢疫等等 紓困經費用於辦理孩童家庭 防疫補貼 加花弱勢生活補助 無家保勞工疾難紓困 自營業者 農漁民 計程車 租賃車 遊覽車司機等生活補貼 以及企業員工薪資 跟營運成本補貼 貸款 融資保證等等 以上 僅就本次追加預算案的編制重點 該要說明 追加預算案的編制經過跟內容 將由朱祖祭長在座報告 裁員籌措 將由財政部蘇部長報告 上個禮拜五、六月四號 主祭總處公布 今年經濟成長率 預估人達到 5.46% 台灣出口 暢旺 投資動能強 相信 在政府因應 國人自律 跟疫苗 陸續施打下 疫情 將 逐漸獲得控制 各位委員 台灣 是我們的家 我們都是同一個國家 同島一命 唯有全民團結一致 才能戰勝病毒 肯請各位委員鼎立支持 早日通過 這一次的追加預算案 使政府防疫紓困工作 能夠加速加大推動 守護國人健康 以生計 保障企業的永續營運 讓國人 早日恢復 往常的生活 讓台灣經濟 持續 穩健的發展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蘇院長的報告 接下來請主計總處 朱吉 主計長報告 請主席 有院長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 進行特別預算第三次追加預算案編制蓋換及計畫重點 有院長已經做了說明 現在緊急內容蓋要進一步提出報告 行政院一特別條例規定以編列特別預算4199億元 以致應過向防疫及紓困進行措施所需 適應國內疫情升溫 為持續推動相關防治及紓困作為原理 具特別條例第十一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早案 於5月13日送請大院審議 經大院5月31日三讀通過 以修正通過的條文規定 所需經費上限由新台幣4200億元提高為8400億元 得視疫情情況分級編列特別預算 送請大院審議 施行期間則延長至111年6月30日 面對近來國內疫情新變化 需延長及新增防治及紓困措施以為因應 過部會就過向應變作為首提經費 需要經本總數會統相關機關進行審查後 依據審查結果編定第三次追加預算案 提進6月30日行政院第三千七百五十次會議 通過送請大院審議 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 稅出編列2600億元 其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編列14億四千四百五十五萬元 主要是辦理疫情防治之簡訊十連制疫情防治手機 以至有手機門號定位追蹤及發動簡訊等手續經費 內政部編列12億八百九十五萬元 主要是協助檢疫場所勤務 支援協尋居家隔離失聯對象及病患接觸史複查工作 提供居家檢疫各項服務措施等手續經費 教育部編列278億五千五萬元 主要是補助兩歲至國小階段裡的孩童 以國中高中以下 高中及五專前三年身心障礙隨行家庭防疫經費 兩百二十億七千四百萬元 以及配合辦理停課政策及受影響之私立幼兒園 短期補習班及歐同客戶照顧服務中心 員工薪資及營運成本三十億元等 第四是經濟部編列583億七千一百七十三元 主要辦理受疫情影響商業服務業 以會展產業之員工薪資及營運成本補貼 四百二十九億余元 以及辦理受疫情影響事業之貸款融資保證立即補貼 等一百五十萬一百五十億元 這個交通部編列二百二十三億九千七百三十萬元 主要是辦理受疫情影響之旅遊相關產業員工薪資 與營運成本及汽車遊覽車等價值人薪資補貼 八十四億一萬元 以及辦理航空相關產業之降落會土地房子使用會 及全力經補貼四十七億余元 以及防疫旅館等四十三億八千一萬元 農業委員會編列一百九十六億六千一萬元 主要是辦理受疫情影響之農民生活補貼 一百七十三億八千一萬元 以及辦理受疫情影響農營畜產業及休學農業索困貸 立即補貼十四億一萬元 衛生福利部編列七百九十一億六千八百三十七萬元 主要是辦理疫苗與藥品臨床試驗採購及檢驗等 兩百六十七億余元 發給防疫獎勵金補助醫療事業機構 應為停診營運審施等一百四十九億余元 以及提升疫情堅持錯誤能量 擴充防疫資訊系統及補助地方政府防疫動員等 七十七億七千一萬元 以及辦理防疫物資與藥品制徵用採購及倉儲等 七十三億一萬元 以及強化病菌檢疫及應病醫院的準備 施行病房隔離整治集中檢疫場所的違運及徵受等 六十五億一萬元 以及辦理民眾疏困救出及關懷弱勢 加發生活補助一百零五億一萬元 以及補助零到二歲幼兒家庭防疫經費三十七億元 文化部編列四十五億四千九百零五萬元 主要是辦理藝文事業員工薪資與營業整本補貼 以及藝文工作者營業損失等手續經費 勞動部編列四百四十八億八千四百五十萬元 是辦理受疫情影響之之營作業者 以及無一定固執是勞工生活補貼等四百三十九億一萬元 以及辦理勞工疏困貸款利息補貼九億一萬元 第十環境保護值編列四億六千四百九十萬元 去辦理隔離檢疫者會記物清除 補助過縣市政府防疫端案與防保清潔人員加班會 以及獎勵軍等手續經費 上市經費若一正式被編列來看 社會福利支出一千三百三十七億一萬元 佔稅出的總額百分之五十一點五 經濟發展支出一千兩百五十七億五千四百八十六萬元 佔稅出總額百分之四十八點三 社區環境及保護支出四億一萬元 佔稅出總額百分之零點五 以上稅出所需裁員兩千六百億元 全數以舉借債務致運 以上對於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防治及紓困預算 第三次最佳預算的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以示會議支持 並鼎勵支持完成審議 謝謝 謝謝朱主席長的報告 繼續請財政部蘇部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症情特別預算 第三次最佳預算案有關收入編類情形報告如下 因應疫情變化 大岸110年5月31日三讀通過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症情特別條例 第十一條及第十九條修正草案 並以同入經總統公布 將特別預算經費上限 提高至新台幣8400億元 並延長特別條例及其特別預算 實行期間至111年6月30日 為應應國內疫情狀況 採取新一波防疫紓困措施 本次編列中央政府特別預算案 第三次最佳預算 稅出2600億元 規劃前述與舉債致運 按上開特別條例規定 需符合公共債務法第五條第一項 有關債務存量管制規定 經併計110年中央政府總預算 前瞻基礎建設新式戰機採購 及本特別預算案之債務及借助 預估110年底 中央政府一年以上公共債務未長 以額6兆2615億元 佔前三年度GDP平均數列升至 32.9% 據上限40.6% 上於7.7% 可擠債額度約1.4兆元 面對疫情衝擊 各國今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 擴大紓困及振興規模 刺激國內消費 避免經濟衰退 我國以編列特別預算 支援各項防疫疏困及振興措施 本次追加預算案 即編列6799億元 佔110年GDP比例達3.2% 相較其他主要國家比例能低 其以最小預算規模 有效維持經濟動能 加速後續復甦 並維持財政穩健 以上檢要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會與指教 鼎勵支持 謝謝 謝謝蘇部長的報告 在進行質詢之前 先請秘書長報告 列席關聯請假請行 報告宴會 行政院來韓 衛生福利部陳部長 時鐘本日中午12時至下午3030分 請公請假 由歇次長瑞嚴代表列席 經濟部王部長美花 本日因居家隔離 由陳次長正齊代表列席 報告完畢 現在進行質詢 每位委員巡打時間 不得逾15分鐘 輪到質詢委員如不在場 事委俱全 請陳委員博委 請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这里有一个例子 因为我个人在国防外交委员会 那年后呢 台北分是军医局和CDC来保持联络 他们说每个星期开会有时 甚至是每天开会 但是有一个个案 一个台北的军官呢 他在当年比较准的症狂之下 去让军官要求 他回到高雄和他跪跌 但问题是这样 我不是说这个人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军官的支持对不对 我的问题是 我们的卫福部 我们的CDC 到底和国防部的连络的状况 昨年年四月份 敦目舰队的时候 我就有说 他们具体的Quarantine的政策 以及他们的扣帮 甚至是他们的通报定数 到底有信吗 那时候的回答是说 我们每天开会 每个星期都有固定 如何通报 是怎样今天又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个姻长你有了解 委员所说的个案 我是不了解 不可 如果叫委员说 这样的个案 是不正確的处理 我也知道不正確的 国防部照顾很要紧 10人才去11点 我要再调集 所有部長 包括国防部長 来集 所有应该要做的 都要继续做得到 所以如果这个个案 如果有靠近 絕對 国防部要监督 委员 这个问题 不是你们开会开几桌 这个问题 是和你们跟岛山江 也跟国防部岛山江 是怎样 因为对国防部来说 我已经接到太多的认证了 有头部和肩膀 有保鲜膜 有保鲜膜 有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大家吃饭的时候 都南参做会 甚至是新讯的时候 要放到不放到 要收到不收到 到第二部 疫情 近年度过 第二部发的时候 包括金六节 包括成功而已 到底要放不放 要收不收 所有的认证 都出到 对国防部的无信任 我认为 你有这些人 来协定国防部 和魏法部 来把这些东西 用得好 咦 国防部自己 後面带不回 如果有营重重重重 也有军医局 这应该都是 有相当地席 和权利用的 应该可以把这些东西 搞得好 不是发生一间 来处理一间 尤其今年有 顿目舰队的问题 今年 那星期的事情 今年才有 我冬冲 到今 中央要求 我自己坐车 回去隔壁 自主隔离 这哪有可能 来发生这些事情 所以你说你要扎政 事实上 我们有这么多 这个丁政令 这应该是事实 那希望说 我的具体要求 由你的官都 由一定的官都 来自得 为福报 和郭文部 做同伴的检讨 得好 委员 我们郭文部 军官座 军后 部队座 是不是有没有 军官 不了解 效者是 做得不正確 我请 我们的 郭文部 加入的 我们政府委员 我们的 罗敏诚 你跟我答应 你后面 你这种 不再出口 我拜祷 罗委员 就 就 就 委员 尽收 既的 整理 來要求郭文部 來做 該署 丁金 要求他做 叫 中心的 他就来主理 他 政務委员 是不用去 是 我拜託他做 你 郭文部 自己 各個 軍区 隔離的 這個 場所 應該自主隔離 不應該再有人送出 第二 通報定數 沒有那個什麼 確診是三天前 知道 三天後才知道 所以我人行幫忙 這都不通 這就定義說 我們郭文部跟行政委 他就說 郭文部跟那部通不起來 好不好 減少 確診者的成績 移動 這都可以由行政部門開始做 不是成績而已 連照也不可以 所以 不然還沒有 他在家有報 我們要求他 不可以叫 請他登義過庸 不可以 好 你的部分 因為我們在苗栗 有幾項電主唱 來發行這個感染 因為我也知道 我們現在就要鼓勵大家 分流 在房間 上面不一樣的 但問題是 我公司做這個沒有好處 是不是 我們在所謂的社會裡面 來主動鼓勵 這種企業和成績 我們這些科技業者 他們的作法 我們在發行這個 命令這件事 即使派王必勝執行長去做 現場主義官 他們很配合 現在有提供 而且我們的劉動部長 我們的這個 上官的 農教委 他如果做到前面去 主理 主理 煩災 我是說是不是可以 主動研究 鼓勵這些衝箱 未來其他的衝箱 我就盡量分流 我就一半那裡 搶到一半那裡 在上班 還是說在家上班 是不是有可能主動 可以鼓勵這些企業 立立所困的這個部門 有喔 這些企業其實 電主業 尤其高科技 他們在房地市 其實是很困難 但是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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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衝箱 是否管理不好使 就是 調動 派工 有問題 劉農部長 已經 檢討所有的法庫 結局 要求相關國手 做好 這不是說 是啦 主動中壘啦 主動中壘 他的檢測人流 你後面要處理 所有的部會 社長都在處理了嘛 這是事前 拜託這些衝箱 替我們舞鴻 我們有一些鼓勵息 給他們 我的建議是這樣是不是 讓他們請問 其實喔 這些大衝 高科技 這 不僅是大衝啦 中小企業也有可能 那有的工廠 一兩百萬元也走不去 銀河一下 今天我拜託府民長 親主委的現場 看 雄關很快要到位 啊 而且雄關 你如果說 應該有 做 應該 國中 都要叫CDC的指引來做 我的意思是說 索困的部分主動中壘啦 你在說的都是 流行的 社會 我在說 我主動 替你做這些事情嘛 研究看看啦 好嗎 好 第二部分 我要說到影苗 其實呢 最近在說影苗的新聞 坦白說 台灣人去中國 跟中國國民黨 都給付久了 所以不記得騎起來的 這個 怎樣看 在國際上做人 明明是有些朋友 不管是美國 或是日本來 用送的也好 用買的也好 甚至是現在影苗 在全世界 不管你有多少 我最近聽到 有五百萬 有五十萬 有一千五百萬 有三千八百萬 不管什麼所理 我如果有新聞 多少人 定價五千萬 不管啦 但問題是 天下無公 為真不破 就只有屬心那件事 你怎樣翻就翻不開 所以我要說的重點就是 今天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不對的 到底是三十一出事 還有人 撞紅頂 自己偷走出來 這些東西 政府應該有義務出來說 我知道 最近大家很辛苦 也派避到政策分量 包括用苗 到底是台北市 先免費 這裡是我們中央 先決定免費 這裡的時間點 其實牽涉到一個問題 叫做 政府極心 政府極心的意思就是說 過去我們在這裡說 這裡什麼 這裡是公文 來來去去 這裡是民意代表 來幫你們討論 你須底下說也好 這裡是公開來說也好 這裡的信息不夠公開 總要叫什麼 為新聞 走那個網路 又為網路 拿出來做新聞 那些東西說得最好 都不是你們部長 或是英女說的 那就不對了 所以有一個做法 為了派避這種 叫的信息流通 由政府自己在網站 在這裡是信息時代 不是說 只有社群委託而已 不是 為好報 每天會報兩點報一片 我今天改觀什麼事情 有幾個喔 是我們自己的網站 到底是對一個聲音 比如說我們後來一個改單 一個我所在 營廟 我們要準備 包括金屬 旗站的金屬 包括這個 兵庫 加班費 一個醫生五清 這裡是兩個護書 五清 這裡的社群 如果可以在 維合報的網站 這裡是CDC 指揮中心的網站 來公開 讓民眾知道 它有一個健康信息 這不是為了對一個動號 你後來一個 如果有倫體 這裡是 也就是你們的 你也知道 那就是政府的工具 你有一個公開 透明的信息地度 其實去年 我在這順的時候 我相信部長你都有印象 我說一定要有疫苗的地度 今天我們如果有疫苗的地度 我們不用煩惱 對一個地方去辦公室 說 我又六千九百幾 還沒住 還是發生什麼事 你說不用煩惱 因為那些東西 網站都有 記者在問的時候 他也會去問一下 我查不到的事情 他如果都查到 他就不會問 他如果查到 還要問 就自己在找麻煩 所以 國務院 我知道現在是以前的機閃 以前過了 現在是 怎麼在進行的過程 包括 營廟 要在台灣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露到 信息時代 尤其台灣說是信息報道 但是 我們的網站 坦白說我相信 部長一定有 每天去你自己的網站 去看 到底精神什麼事情 一定好 部長也好 今天你看什麼 長照地圖 有很多東西都不適合用 包括實價燈路地圖 那些東西都不是我們手機 拿出來用到的東西 所以我的意思是 今天幾個 教證會過多少 我們不用每天 所以那些名字 讓人在那一支 等一支 我們具體 到底有什麼東西 多少還在檢查 譬如說 新北市多少 多少還不算 多少三天前 開始檢查 多少現在在檢查 尚到中央有多少 各個館市 全部都透明 你就不用煩惱到 這個送禮 到底是真的 價位有看白 沒有看白 而且是一個 每一個有手機的人 都可以衰用的網站 我想 這可以真真真 解決到 很多風聲的粉料 也可以讓你們更好做的事情 你聽起來 這個建議怎麼樣 這個建議很好 其實都有 其所謠言的 麻梯杯 或是特別 有一些 這個價位 三位會這樣傳 一路面 他都用得很爽動 一路面很惡質 一路面 有的人 就雕工 這樣來算破 頂頂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 如果是 我們的部長 每天兩點 比較實際 都很正確公佈 最寬位 最正確 還有 還有 甚至 這次 競爭 甚至 人家 每天 用跑馬燈 用其他來做 阿不 我現在部長 自己說明一下 當然我想 委員的建議 很好 但是這個資訊 都會有一點 時間差 有時候 在地方 要不要播放的時候 地方把消息處理 阿不然那個時間差 但是我們還是 有收到的訊息 我們如果是全部 都公佈出來 怎麼樣改變這個時間差 我們來的努力 我想台部分的民眾 都是你們兩點 中央看了三點 看台北新白 台中央看的 就不記得 明天不記得 你早上看什麼事情 它有一個地道 它有一個裝備 你當然可以謹慎啦 但是問題是 那個東西 大家不用每天問 我坦白說 我看到這樣子 看整天天 也累了 好 不過啦 因為疫苗 大規模要賣 兩件事簡單請到 一定有 我們有可能 研究到中國求勝 研究看看 球場 不管什麼 美國也在考慮這件事 我們台湾都有可能 我們對不對的事 要做嘛 既然是 最大的團念出來的人 是中國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 真的 來跟他求勝 這是這樣 今 今沒辦法回答 我要求研究 好不好 當然 今天我們的國家 如果受到什麼 東攻擊 補擊 還是什麼 我由政府 政府 尖對中國 武漢危險 團量到全世界 這件事 發出抗議 和求勝 雖然台灣 我們過去就算了 但是今年 這樣 大家 國家也開始在說這件事 我想 最大的困難 我們也是要表達我們的立場 第二部分 疫苗因為 開始全民 全民時代 基障的金屬很重要 請他們 政府做出抗議 財經事業 書館 鈦菌議員 繼續請林委員長者 主席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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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你好 我相信這段約定當開始的時候 我們想到很親愛的這個上海 不然是我們想到 整個這個漫畫地區都開始去向有名法 所以說我的辦公室 除了我每天在處理比較精神 還有有隔離這些緊急的案件以外 很多案件都是跟其時有名法有關係的 譬如說有的老公他住在漫畫 他本身是無情侯淨頭 無情侯淨頭 所謂給他們老公要求說 你就應該要去快胎 你如果沒有去快胎 你就不用來上班 甚至跟違法說 你這樣我要替你開渡 你如果沒有去快胎 也有漫畫人 他要去便宜掛給我看便宜 結果便宜跟我說 我現在沒收漫畫來的便宜 那是民眾 也有這個共鄉 共鄉機車的這個服務 整個出銷漫畫區的服務 甚至也有公司 要求所有的漫畫人 他都要把官員作為 在這個肥義式裡面做工作 連要去外面的田地也不行 所以說 面對這種有名法的這些行為 我是願望說 一定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替我們漫畫的民眾說幾句話 很感謝我們林立委 為漫畫地區民眾 來表示心願 確實有什麼 人好 我們的國民 無關在對一區 都要受到尊重公平的對待 尤其 漫畫是一個歷史很悠久 機民很善良的地方 當然 這區的疫情的發聲 在漫畫 確實有些特別的行業 是一個疫情的熱區 所以同時 我們很要緊 要防止疫情 跟要保護漫畫機民 必須要做一些促進 但絕對不能因為這樣 來有名法 漫畫民眾 減不應該去世 所以 這漸漸已經在控制 那一方面 拜託 漫畫地區的民眾 大家要緊 這完全是看疫情的需要 不是 氣死 但就是 中死 所以說感謝議長 尤其剛才我們說到這些 一些民眾 那是說公司的行為 他除了氣死以外 有很多是違反 我們的這個 豐益的資源 譬如說 甚至還違反 譬如說 剛才我說 你如果要求萬華區的完工 他身體好洗好洗 好洗好洗 又很健康 也沒有什麼政策 叫他也要去拜堆 跟大家群聚在那裡快胎 去快胎的是 要有接觸 這個確認者 那是說 有可能確認的人 你叫這些好洗好洗的人 去跟他們 在那裡拜堆 在那裡快胎 這是比較好的事情 這就不會去 錢這個台中文書 我們現在是 叫大家不要錢作為 結果 這種業者 他把整個萬華區 都出銷服務 這樣不就一堆 本來是騎機車 不去上班的人 都去錢台中文書 這也是造型 風雨的破口 還有我剛才說的 那個公司 把所有的萬華人 幫他庫作為 叫他在 飛魚石上班 裡面還沒有 叫我們 這個提供的 這個資源 就要用房子 跟家庭 他就把所有的萬華人 好洗好洗的萬華人 跟他關他作為 每天在上班 不能出去天台 所以我說 這裡的 有的是違反 路基法 有的是 完全違反 我們的工業的這個基因 所以說我是 願望說 在這裡可以 具體的建議 就是1922裡面 除了處理這些 比較真正 那是說 價理性的問題 以外 應該要有一個 一個小組 就是如果有違法的問題 我們就要比較緊張 我們的相關的機關 來解決 處理這些公司 這種違法的這個 作施 要是說 他如果違法的 風力基因 就是要跟他說 你這個已經 你這個電動 造成風力的破口 所以說 可以有一個小組 專門來處理這個事情嗎 委員說的 該對 我們都應該照 CDC 向疫情深 的基因 來做 做到不夠 也不對 做到過頭 也不對 所以應該照 這個基因 來做比較對 尤其 在心理上 應該來關心 沒有人 希望 特別 沒有人 願意 團佈 他因為 住在網站 你來 其實 不應該 但 如果 如果 有相關的 基因 的做法 我們都要求情 要做好 總是 大家都照 這個CDC 的基因 做好 這辦法保護自己 保護出來的人 保護社會 是 感謝議長 因為這我辦公室接了很多這種案件 整天只處理這裡 所以說 如果說1922 可以有一組人 在處理這個 我覺得會 對我們的民眾很離憑 這麼麻煩議長 研究一下 我相信一組人 也不用太多人 這就是 除了這些民眾 那是民間的這些問題 另外 政府問題也是一堆 我現在 要讓議長 看一張圖 這是台北市政府 他進前公佈一張圖 叫做 核心個案分佈 密度 圖 裡面這個圖 你看旁邊 有很多 行政區 都是紅紅紅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 把這個核心架 他住在哪裡 用不明記錶的 大紅點 跟它標記 所以說 你看這種紅點的大小 這個村子 差不多二、三十個核心架 整個行政區 都紅了 所以說 當然蠻家 整個都紅的 旁邊三個都紅的 二、三十個核心架 就紅了 因為他那個紅點 很大點 所以說 整個 所以說 很多人沒有去觀察 現在蠻家 其實已經降下來 已經比較穩定 他公佈這種堂下去 他看到整個行政區 都全紅的 他就是說 那個行政區 連這個空氣都白獨 所以說 我說不是只有民間 連地方政府 他也在製造 恐嚇 啊 公佈這種技術 都跟我們 跟我們 跟我們 一般工業的地式 都完全不一樣 我們 年外 我們知道要買工業 就是要公佈足跡圖 腳枝比較重要 不是他住在哪裡 他住在哪裡 所以 根本 不是重點 我們要看這個區域 要看他去哪裡 什麼樣的所在 比較多 有特別的人去 所以說 公佈這個堂 很多人 很高 要尤其 這個時間 大家 叫大家 我們現在政府 叫大家不要出門 沒有事情 不要出門 結果他公佈這個堂 你看那些高區 觀光區 都沒有紅點 當然那些也沒有紅點 本來就沒有人 就比較少人 他這樣就是變成五島 那些民眾說 好像去那裡就沒有事情 你就可以去那裡 所以我說 如果是民間有問題 連地方政府 他對這個風業的循環 那是風業的地式 都很有問題 另外 剛才其實 年長也有說到 我們 教育報 五月十九 就已經通報 所有的 這些大學 都要知道說 不應該要求學生 離開他的宿舍 他如果不要離開宿舍 你不能強迫他回去 結果 你也知道 這個 我相信議長也知道 台北市的這個 北市台 台北市立大學 他競然 完全沒有在插中央的規定 他很方便 中央我知道 他說 部長也一直給他 給他扣 說你不能這樣 你要強迫學生回去 他們家 這個事情 我會知道 是因為他的宿舍 也在我中央邦家 的這個 酸夫裡面 那些學生 一直跟他說 你要遵守中央的規定 結果他就是不可以參與 他最沒了 一方便 這個 這個 想辦法 要這樣 想票 不可以讓這個 中央知道 一方便 用很多奇奇怪怪的方式 去強迫 這個學生回去 譬如說 把他的宿舍 腳皮 把他收掉 讓他不能回去 宿舍 那是說 他們的教官 把學生押 說 你如果這樣 住住住以後 你如果想要這樣 你自己自己 自己出去外面 住這個 理館 所以我說 這就是一種 這個 地方 完全沒有在插中央的 這個 這個問題 我看部長 那裡 部長是不是有想要這個 是 感謝委員 因為委員 你第一時間 有特別跟台北市立 這個大學的經營跟我說 我 其實是已經 直接跟教育局長說 他有去做一個處理 但是可能就是 委員說的 沒有很確定 然後 委員把這個訊息之後 院長也很重心 所以我那段時候 又正式 用一個很明確的規範 不僅是對 市立大學這個案例 公私立的學校 絕對不可 要求 學生 離宿返家 那甚至呢 現在 比如說 快要放暑假了 也不可以要求學生說 為了要清理行李 又要從他的家鄉 家裡又回來學校 減少這個移動 我想這個 謝謝委員 那時候提醒了 我也非常明確的 正式用公文要求之外 我也請各大學校長 務必要遵循 那這個如果有違反 我們會做一個組織 感謝部長 部長請回 沒關係 陳時中部長 拜託一下 我現在在說 就是地方政府 要是地方的 這個 國 這個國機關 他沒有在插中央的規定問題 第三 跟我們這個部長 也很有關係 因為說這個業廟的 這個 有的這個問題 一開始大家都沒看到 萬家的快胎站出來的時候 排隊排得漏漏長 排隊排得漏漏長 所以說 那個時候 大家都很怕 想說這樣是要怎麼 因為這樣 再做一個新的群聚 對不對 尤其 我們的醫護人員在那裡 已經很辛苦了 你還叫他們在那裡整隊 這樣不對 所以說 無論說一開始 亂糟糟糟 所以說 那個時候 我也協調說 包括唐鳳正偉 包括民間的這些 新創團隊 對 說要怎麼用什麼樣的系統 讓大家去快胎站的時候 可以 以用 可以用這個 山頂的 掛號頂頂 現在 這個系統 整個新頂 新的市場 你用了 廟領也在用了 我一開始看到說 欸 台北市比較有問題 齁 要想辦法來協調 結果 我 有幾個到現在 我們北培寮 會快胎站 到今天去 要是用銀鋼 把這個 掛號 掛號牌 購買牌 到今天 還是這樣 是福家在說 現在萬家的這個 疫情已經降下來 雖然沒有排隊 也漏漏長 但是到現在 還是沒有這個 所謂智慧城市 都沒有 所以說 我那個時候請這個 政府中心說 可以到協調 我們大家這樣排隊 這真的不是這樣的 結果 協調不來 現在我知道 我們這個 藝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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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的 這個 大家都很期待 我記得 差不多五月中的時候 我就跟這個 部長通電話說 這很重要 部長請我跟這個 四處長連絡 處長說 可能有一些什麼 問題 但是 就來跟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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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 結果就出來了 現在 這個 讓人 煩惱的 就是我剛才說的 如果有時候 如果有時候 這個 因為很多 這個醫療 醫療 包括這些 黨員 都是地方政府在處理的 他如果沒有要 跟你的 沒有要專力 來幫你支持這個 業務的系統 要不然就 全台灣 這個部長 不可以請部長 現在這個 進度如何 整個 整個疫苗的接種 當然這個 有一個 那個系統 可以出來了 將來就上網 可以來做 預約 預約一個時間 差不多開放一個禮拜 現在 既然因為這個 量力不太大 還有 主委人的範圍有限 所以 第一期 在主委的時候 還是用本來的系統 後天開始 就要用新的系統來做 那地方政府現在的這個 合作的議員 怎麼樣 配合的議員 當然在打疫苗 中央如果有一個系統 我相信是大家 都會配合 因為這個系統 你大家都在用 你就像這個系統 預約 你如果沒有用這個系統 你就沒辦法做 所以說盡量 到時候 你去國際 讓地方政府站起來 這部長跟我說 大家來盜發聲 要不然現在 他們大家都這樣 一人一隻手 自己這樣 大廚大魚 我覺得到時候 疫情 我們如果要控制 讓地方要改管 地方政府的配合 很重要 最後 我們部長社會 最後 這個議長 我相信大家很關心的是 這個疏捆的方案 疏捆裡面 有很多 這個方案 我就在這裡 時間憂寒 也不用部長 議長在這裡回答 但是譬如說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譬如說 個人的補助的部分 他去要求二孔 一九年的所得 來比告說 他是不是有超過四十萬八千塊 就不能 得到補助 這個問題 大家現在都在討論 因為那是兩年前的收益 你現在是 你看我現在的生活 會過不過 這兩年前到現在 已經差了很多 所以說 其實有的人也在說 你其實可以 跟補助 點幾個一樣 除了比告 兩年前的所頂 也可以拿 今年五月到七月的所頂 來到三四月的相比 這其實 看口座的匯款資料就知道 還有很多 譬如說 中央政府命令 停業的 起業就有補助 但是我們也有 地方政府命令 停業 從大開始的時候 我們邦家地區 很多是台北市政府 生命令 邦家 如果是那邊的 店家都停業 這些都可以 請請補助 這都大家的 疑問 問題都很多 所以我具體的建議 是說 我們除了 我們1988 除了這些電話 跟他說 你有負責主席 沒有負責主席 以外 我們統計一下 每一種人 每一種種類 有多少人 同樣的問題 如果很多人 都有這種問題 他們都接不到幫助 我們就趕緊想 新的方法 他又接起來 新的方法 來 補起來 不要只跟他說 不好意思 這可以做 所以說 新的方案 來去補助這些人 感謝 感謝議長 謝謝林委員 繼續請莊委員瑞雄 執行 謝謝院長 有請我們行政院 蘇貞昌蘇院長 蘇貞昌蘇院長 好 蘇院長請 一定有辛苦 我想這一次的疫情 又急又猛 那全國的民眾 我相信院長一定非常清楚 現在社會上裡面 瀰漫著人心浮動 我們比較煩惱的就是這 政府一直在拚這波的疫情 我可以讓大家做會 來度過難關嗎 但是 本習從昨天 我看到我們 在整個台灣 各縣市的好朋友 一直傳 一直傳 看到這一些 政府跟 各個單位 大家一起在努力打拚的時候 就是有人在扯後腿 為什麼本習這樣講呢 我相信你們講也很清楚 早上我不知道 你行政在這裡 我想我們 羅秉承政委 也有出來澄清了 我們這次 日本好心 說要跟台灣道修廷 美國要跟台灣道修廷 結果 就是有人扯後腿 網路長一直看 一直說 喔 日本的外相 茂木銘蔥 在國會的北巡 說什麼是台灣 我們就說 喔 我們自己的疫苗有夠的 所以喔 我們喔 很小民心的 跟日本說喔 我們124萬 你們讓我們送我們這樣就好了 我想要知道一下 院長你對這一則訊息 你的態度 是什麼 為什麼本習這樣問 在傳播這些訊息的 一定不是小腳 不是一般的民眾 什麼身體管的副管長 什麼台北市的警察局 都種重要的幹部 我不曉得院長 你對這樣的一個假訊息 在這個關鍵時刻 你的態度是什麼 非常謝謝委員 讓我有這個機會 在國會殿堂上 就這件事情說明 第一 日本外相 沒有這樣講 這是惡毒的謠言 第二 我們的政府 絕對沒有這樣表示 說啊 124萬機就夠了 絕沒有這樣說 事實 照日本外相 所講的一字一句 都已經有歡意 在網路上各界都查得到 可見 這是不但捏造 而且是顛倒 並且很惡毒 政府在第一時間 外交部相關單位都曾經 同時 我們再一次表示 當我們需要的時候 日本即使把所有的 它所上有的疫苗 馬上送到台灣 還表示 是感謝 十年前 他們地震 還效災害死 台灣人的 熱心積極 這種 兩國之間 友善 人民 互助 是最好的一局 還要破壞 並詆毀政府 非常不改 如果有相關 政府機構 或者是 人員 涉及 我們一定要查辦 如果有民眾 不當傳不實訊息 也都依法 應付相關責任 那種叫做惡意 做到一個副官長 做到一個境界的重要的幹部 來傳這個 在這種 大家在防疫的時候 叫做台灣人 你說的叫做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要渡過這個難關 政府 事件這樣 你這樣各方面 我相信 各個產業裡面 還有大家在關心的就是 第一個 疫苗 第二個就是紓困 你做到穿陪陪 啊 如果突出這種 稍微把你後腦給你揉一下 不要說公愧愧愧 你會 你會覺得說 你的拼得很累 以前做出來的性格 馬上被打折扣 所以這些 剛才院長也宣示 就是要查辦 這 柏長這我辭職 我怎麼再跟你說 其實我跟委員報告 我早前這幾個新聞 我都已經團結了 競爭書 競爭書長也全身交代行事 警察局 下去做相關的調查 一定都下去處理 現在有在處理 我不希望說大家一起在努力啊 那有一些人在那邊扯後腿啊 讓整個成效去打折扣啊 那我再來要來請教了 就是說 院長 我們這次啊 這一波的一個疫情 我相信 可能大家比較關心的 就除了本習剛講到的 人心的一個浮動 我們如何 用整個行政的一個作為 去幫助到 需要被幫助的民眾以外 兩個重要的一個議題 第一個 大家在講疫苗 第二個就是紓困 疫苗的部分 本習家來請教了 我昨天也聽到 我們陳時中 陳部長去提到說 像在外島的部分啊 像澎湖 馬祖 還有 金門 我們優先來做一個配送 那本習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也有這個機會啊 來跟我們院長啊 來請命來提醒啊 每次啊 如果你說到外面的時候 這一些 行政的一個作為啊 大部分都是用縣市來看 那部長有可能嗎 譬如說我們修流球 譬如說台東的 藍魚 這也是外島呢 我們之所以說外島的部分優先去配送 就是說那些醫療資源 真的比較缺乏 那如果這樣 那些 那些 修流球那些人也住很多耶 雖然說 外面一萬兩千幾 長住那些也有五千幾的人耶 那些醫療資源也是真的很欠缺的啦 那紀元 外島的部分 如果要有 要優先配送 那是不是 小流球 跟藍魚 這兩個雖然不是縣 啊 是不是可以 做一個優先 你跟他說 擴大放大棺 裡面 你連屏東 連台東 他的擴大也不太多了 是不是部長 那外島要有 修流球 跟藍魚 是不是我們一樣 一併考慮 委員 你說這個很要緊 因為 蔣文 行政宜主持 這個 擴大 工業的會議長 我們的部長 就已經有尋找到這個點 所以已經有說 理道 因為 都漏洞 比較困難 當時 萬一有發生 要厚爽 也比較不便 而且 以 國民的保障資源 也有 比較 要辛苦 所以 我們部長有特別 尋找到 理道 這些 特別 跟他們照顧 啊 剛才委員說 提 冰冬館 雖然不是理道 但修流球有理道 台東 南修 也是理道 所以我相信 部長 整個 工業不足 工業主 工業主委 會分配 他本來 長得有特別說的用心 我請部長給你說明一下 請部長 謝謝院長 謝謝委員 離島本來就是在醫療資源相對不足 而且在互相資源上面 也有相關的一個困難 所以在離島裡面 加配 疫苗 我想這是應該的 所以 所以修流球跟我們 這部分也在為優先 沒問題 好 感謝部長 那我再繼續 部長請回 我想繼續請院長就是說 我們才有部長五月十八 去宣布全國停課不停班的政策 全國的大學高中 國中到國小 都停課以避免這樣一個群聚的風險 但是有一個部分 就是說優電圈的部分 他為不得 據說家長有照顧需求 譬如說醫護人員的幼兒 教職員工維持上班數 雙北人力現在降二分之一 你早上 又選擇第三級的警戒 延長到六月二十八以後 台北市也另外開放了 針對個案的居家保母的收託 減見了這個疫情其實看起來還是嚴峻了 那到疫情降溫前 幼兒的這個托育的需求 還是存在 那我想請願院長就是說 那我們 衛福部今天下午 可能也會召開整個會議區 研你調整疫苗的一個順位 一定沒有辦法完全停止 臨拖的照顧的狀況之下 是不是啊 可以去考慮幼兒園的教師等 托育人員也可以比同 原先的接種順序中的第四類 譬如說維持社會運作必要人員 還是第五類 機構和社團的照顧系統人員 這些 可以列入優先 接種這個疫苗的名單 有可能嗎 委員是這樣 我們疫苗這段 日外我們都才有收容 依勤當反擊的需要 我們有一波一波在做 有時候 有時候 譬如 這次 大學匯課 要辦 這些工作人員 老師 一切工作人員 我們就優先 來打 以風箭 你現在就要說 如果 下午 向這幼稚園 這 教育的確實 他就有 在第一線接觸 親黨 我這裡拜託 打部長 將這聯合館 是對一級 什麼 實施的情形 因為打部長 一直都很用心 在照顧 上官 到有人員 哪像這位 要辦台專 台學匯課 人員到 部長就有照顧到 啊 他出來之後 再來 為了部 CDC 重心 來 研究 整個情形 我請到部長說明 你這樣沒問題 是 感謝委員 我想這次 幼兒園 比較辛苦 也支持 一些雙新家庭 小孩 沒有辦法照顧的 這個要特別感謝 那剛才院長也特別提醒 其實院長在幾天前 就已經 對於我們各類的優先的部分 希望部會來列出 所以委員關心的 因為在第一線有幫忙的 我們會來做一個盤點 之後再送請指揮中心 做疫苗上的 整體施打的順序的評估 其實啊 我還是想跟院長來 做一些提醒 就是說 我相信在各行各業裡面 也很多訊息 都會到整個行政院去 譬如說 疫苗 我們不知道要怎麼說 就是只有那裡 缺那裡多少 如果有時候再分順序 全部都施打就好 可是就是大家 大家會去想說 必要性優先順序 譬如說在送這些 UberEat 很多快遞的 大家也在跟我們 反聯說 我們這些完工 在送這些 送去到人家 這如果沒有優先施打 要怎麼辦 賣場如果沒有優先施打 這些我相信 我們期待說 我們行政院這個部分 可以去做一個 通盤的一個考量 畢竟 就像院長你所宣示的 八位 你說還有一千萬要到 這個對國人來看的話 國人聽到這種訊息 尤其 院長你來選擇 對整個民心的一個穩定 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這部分 我希望我們行政院做一個 更具體 更好的一個規劃 一定可以 我還要繼續來 部長請回 我繼續要來請教院長 就是說 我相信這一次的一個 紓困裡面 大家都希望說 得到我們社會 尤其是行政院這邊 更大的一個幫忙 在勞工的一個紓困裡面 這一次的一個紓困的一個 特別的一個預算 那叫議定律家 可以出來計位 730萬人或多或少 可以得到政府的一個補助 但是本席 其實去查閱了 這個勞動部的一個 勞保的一個投保人數裡面 統計到今年3月份 我們是一千空六十幾萬人 其實加加減減 我在想議長也很清楚 一定沒辦法 將全部的人 都比較 所以我在這邊要請教 你像譬如說 我們在這次 我用瓶頓困困困 困困困困 透過11個生態旅遊社區 培訓了好多的 100多個解說人員 那這個長期配合 我們工部門在進行 這個遊覽的解說的一個服務 還有社區生態監測 跟保育的一個工作 這些活動 政府如果停下來 我相信這些人 一樣都會失去工作機會 我相信個案 還會猶合很多 像譬如說 有一些 第一次 就業 沒有加進 留保的留工 還是離職 還有沒有新工作的勞工 那這些人 可能也沒有在這一次的一個 紓困的一個範圍裡面 還有受損害的產業影響的 派遣人員 這部門也沒有 部長 你這些 你覺得 沒有受到人 大家幫你 幫你反應嗎 報告委員 我們這一次針對紓困預算的部分 其實是各部會有分工 勞動部的部分 主要是針對職業工會的 這些有保的會員 自營作業者 跟無一定工作的雇主 自營作業者 跟無一定工作的勞工 我們來補貼 那經濟部有針對企業 那當然無保的 無保但是有工作者 那這個是衛福部 不過我們勞動部 另外我們就安基金有幾支計劃 包括減班休息 包括充電再出發 這不在紓困預算裡面 那剛剛委員所講的這些 可能有 目前不在這個紓困預算的補貼的對象 但是他可能會是符合我們 就安的這些相關的計劃 其實我再請教委員一下 針對這些部分 部長 我跟你講了 沒關係 我要幫你拿錢 就是說 他們這裡有的老膏 我們再搖去 我們再搖一下 好嗎 我們再盤一下 最後要請教委員長 姨長 你就知道這個農產品 影響很大 說一下也沒有了 很多也都沒有了 你像在高手 你什麼時候的地方 你在做什麼 今天你會被桌下 我會擺出 這一次發明說到的 衝擊 比國軍 好 謝謝 主義 einmal 請拜託 拜託 至少 不要讓我們的農民 結本於歸 這個是我平成到拜託 這一波裡面 我相信 政府很難去解決到這一部分 來 祝福這些拜託 好 謝謝 謝謝 好 谢谢庄委员 继续请邱委员显示咨询 继续请邱委员轟 好 院长我想请邱寅邱跟他陈时中部长 好 苏院长请 邱寅邱 早前 委員長 因為現在我們的國產疫苗解盲在即 國人也非常關心 那請說美國的FDA 他在審查跟核准各個藥廠的EUA之前 就緊急授權之前 他就有一個公告一個準則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這國產疫苗要讓他緊急授權嗎 要讓他這個EUA嗎 那這個審查辦法跟這個準則有定了嗎 委員 這種東西因為關係到我們全國同胞的健康 所以這有一個很嚴格的聽習 還有一個很專業的委員會 很專業的學者專家 所以這可以依照 尋規的規模來進行 好 部長 就這部分 這個緊急授權EUA的準則跟辦法 因為像前中央院長翁啟會 他就認為說 你這個定定審查標準 標準要出來嘛 要主動公告嘛 審查過程透明化 並且公佈相關的數據 那政大的法律研究所的劉鴻恩教授 還有許多學者也一直在講 因為已經解盲在即啊 部長 在這個我們是根據 美國大概10月6號 公告EUA的一個相關準則 所以我們10月14號 就召開了會議 那然後來根據 基本上是根據美國那個準則 所以你會公告一個標準嗎 有一個審查標準嘛 喔 那早就有了 對啊 10月21號 我們就把這個就 就已經那個 沒有 你那個標準是說 你去年那個是一個實驗的嘛 做到第幾期嘛 那現在就是說這個藥啊 這個疫苗 他到底 比如說 他的效力怎麼樣 這個要有一個標準啊 你看美國這個 他就是要有一個標準嘛 沒有標準的話 你要怎麼能夠了解到說 他做完之後 你古年有一個程序嘛 根據那樣的一個 不管是在程序CMC上面 或各類 都有相關的一個要求 好 那這個可以公佈一個標準 主動公告 然後去公佈相關的數據 這沒有問題嗎 那公佈相關的數據 可能要等解盲 製作 因為你有 你是一個法律的專家嘛 他要有一個標準 齁 過這個標準 之後 緊急授權嘛 對不對 那現在問題在哪裡 大家的質疑就是說 你是不是要有一個審查標準 然後去公佈 他的這個審查的過敏透明化 這最基本的耶 對啊 那你現在 有辦法承諾說 你會定一個 你會公佈一個審查標準嗎 否則知道說 他到底能不能符合這個緊急授權 那當然就是 我們美國定的也是一樣 那 你如果要用美國定的這個標準 你現在是講說 你現在要用美國這個定的標準嗎 你是要這樣講嗎 因為我們是參考那個標準 我有定我們自己的 對啊 那你要公開啊 你要公開你的標準 對不對 好 院長我是覺得說 至少要有一個標準 如果你沒有標準的話 大家也會覺得 這樣才能夠 大家有信心嘛 齁 那下一個就是說 想請教院長齁 就是說 長啊 這個金元店 這個移工 然後就是說 緊急的趕快把它去做隔離嘛 委員 剛才你說的那個事情齁 我們應該說得準 就是說 政府一定有一個標準 一定要有標準啊 絕對 經過嚴謹的程序 是 如果有解盲後 對 相關的數據 都會科學的公布 對 所以因為他現在已經要解盲了啦 這 我告訴你就是這樣 這不價錢 他 對 要怎樣 好 所以說 不管他現在要施打後 產生有效抗體的效應 還是細胞免疫的反應的強度 做為比較 評估的依據嘛 齁 無關是怎樣 都要有一個標準出來 齁 院長這你同意嘛 而且解盲後 相關數據 對 都會公布 幫大家檢驗 好 所以要有一個標準 來 那下一個就是說 長的那個金元店 這移工的問題 那因為桃竹竹廟 這個產業的聚落 很多的移工嘛 齁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說 到底啊齁 我們這個居家隔離的空間 有夠嗎 我們要做宿舍降宅 齁 他不可以搶我們 同樣住在家裡嘛 所以他的 這個隔離的部分 空間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啊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像長啊齁 是去到這個 那個南部 南部 摸一個館期 會集中 檢疫所嘛 但是檢疫所 也有檢疫所的功能嘛 啊長是把這些陰性 齁就是說 怕說有偽陰性等等之類的 先把他 送到這個 南部縣市的集中檢疫所 但是他又佔了這個 集中檢疫所的空間 所以我要請教就是說 那到底我們的這個空間 有相關的規劃 還是說有沒有足夠 集中檢疫所 我們有分做兩種 一種是一般在做檢疫隔離之用的 那一般是在收載輕症 跟那個無症狀者 那叫加強版的集中檢疫所 所以昨天在苗栗這往外送 大概分做兩個 一個當然就是有確診的 對 我們送到加強版 那我現在是講說陰性的 陰性的 陰性我們也要把速射降載 一般的集中檢疫所 對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因為集中檢疫所 又集中檢疫所 外縣市啦 我們沒有關係 假設他有緊急的狀況 他也需要使用嘛 所以我就要直接建議啦 是不是指揮中心可以 儘速去統整這個量能跟需求 那假設量能不足 因為看到瞄令 一連一個集中檢疫所都沒有嘛 部長你很清楚的啊 那昨天那個 那個許部長也有去 這個造橋這個嘛 所以其實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統整這個量能 儘速規劃 有這個防禦需求的公有宿舍 或者是隔離的設施 那個委員 我們早就準備相關這些設施 跟空間 啊這個空間還一直在扩增 啊這個相關 在跟郡英報告的資料裡面有 所以 再進一步 好 這些 衣缸之所以出問題 涉案實體重建 是在他們大宿舍 無照 我們的要求來 所以 做日 一個出事 我們在樂作日 就成立前進支援所 好 啊 而且 其實指揮所這沒問題 齁 這王畢勝執行長也很認真 現在就是說 阿佩 因為現在 有 一間嘛 啊不然兩間 三間 四間 阿佩沒有得客的 所以這個超前部署 因為這個桃竹竹苗 也產業聚落這麼多移工嘛 所以我們這裡說 科技公 在桃竹竹苗 有可能去徵用 齁這個公有的宿舍也好 隔離的設施也好 然後去各部會去聯繫 齁 啊 可以透過這個跨部會的這個聯繫 然後讓這個空間可以預作準備啦 因為 長的狀況就是說 你送去南部的集中檢疫所的群 南部的集中檢疫所 其實 它也有它的用途嘛 我們的規劃來講 像說這陰性的 這陰性的 就是說 我們今天說它有位陰性嘛 齁 齁 那你把它送去那邊之後 集中檢疫所它有這個用途啊 所以是不是說 在陶獨竹苗 齁 然後你去徵用這個公有 說以便 將來如果說 又有這樣的群聚感染 移工群聚感染的情況之下 可以去安置這個問題啦 委員 我們如果是有集中檢疫所 還有國中防禦旅館 啊我們 將是全國調配 啊現在 不僅是說 衛生部去 要求公民 我要求 勞動部 像這些衛工 有照整支來不 齁 這個也有照 因為沒有集中檢疫所 也防禦旅館 它的空間也已經非常有限了 齁所以 希望 一定可以統整個部會齁 然後去盤點 要讓它 讓它更多的空間 你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也準備了五千多間的 集中檢疫所 那就為了要全國運用 調配 新北雙北我們已經收了兩千多個 陸陸續續 我現在是針對 陶獨苗這個移工的部分 對 我們先用中央集中檢疫所 來做緩衝嘛 對 然後地區趕快把它建設起來 對 好 那就趕快去做一個盤點 或者是說 能夠把這公用需求空間 可以把它做出來 齁 阿勒陀佛 要有這 國庭這些眾議員 有照這樣來嗎 好 阿下一個 議長 好 議長我現在問題是說 你看一下齁 就是說 這次請金元電這個緊急停工嘛 阿部長有說 就是薪資照付 齁 阿薪資照付誰來付 應該是企業來付嘛 企業 企業嘛這沒有問題嘛 阿現在就是說 我這個青江議長有說 那只限於外籍勞 那個移工嗎 如果是說 將來啦齁 也許會擴急到本國勞工的狀況 是不是也是這個標準 報告委應該是照這個標準 應該是照這個標準沒有問題 因為這件事情齁 會造成這樣的感染 雇主本身他對整個防疫的作為 也沒有落實啦 好 我現在的問題 照這個標準 照這個標準 我現在的問題就是要請教 就是說 那企業假設沒有符合嚴重衰退的標準 可譬如說要衰退50%嘛 政府才會輸困 對不對齁 那針對這樣的狀況 政府是不是應該給予補償 一定 你的看法 那齁 那做不好 沒來要有這麼 所以 但是也有可能在這個狀況之下 這個不可規則於這個企業 你要看說這個染疫的這個狀況如何 這齁 這齁 我們講清楚這個委員法律專家 可不可規則 對 不可規則 的情況 對啦 可規則 就不敢 所以 院長認為說要區分 他的可規則性 那如果假設在不可規則性的情況之下 政府是不是會給予這個企業 像這樣因為 這個關係而停工的補償 真的 仲介 他如果不照 局管中心要求的這個規則指引 對 對啦 那是有可規則的狀況 對齁 那所以就是區分 院長的看法是說區分這個可規則跟不可規則 他如果不照指引來 不照要求來 還叫我給他紓困 但是可能有照這個指引 我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這個可以 討論 對 當然不可規則 全國同胞公平 企業公平 但如果可規則 又要他自己負責 好這個可以直接說 好這下一個就是說 這個如何擴充篩檢的量能 陳部長 不好意思 我先來請教一下 就會說 早上齁 部長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因為 我們現在也可以同意說 你如果在疫苗到來之前 各國的做法大概也是這樣 就是說 在這個 找出潛在的感染者 阻斷傳染鏈乃是第一藥物 那所以 企業 還是個人的自主定期篩檢 應該是國際上的普遍的趨勢 英國新租還有快篩包送到家 而且學者也已經說到很多次了 我現在請教就是說 長 這個部長在回答的時候是說 正言你鼓勵廠商進口 居家快篩劑嘛 部長 對 因為現在這個國際是有多大台灣 對 並沒有藥商來申請進口 不是啦 但現在的問題是說 議長 我告訴你 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這個 不是跟親口的問題 對 這不是親口的問題 我們現在 國省都沒有居家使用的 都是專家使用的 不是 別國 外國 甚至有 這種在使用我國的國產的 這個篩計的啊 你也很清楚的啊 對 所以這怎麼還需要去進口 專業使用的啦 好 那我現在請教啦 齁 這個問題是怎樣 這個問題是 卡在指揮中心 還是卡在廠商不願意進口 這是一個爭點耶 現在快篩市 現在是全世界在運行來之前 大家都在使用這個東西啊 並不是 並不是願意 並不是現在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請使用所 去跟廠商講說 鼓勵他們趕快來進口 趕快來申請 沒有 喔 部長 我問我醫院 傳染病房治法 51條 這是一個緊急狀況 你不能來 都說 你要來申請 應該是 那他都要出動工 他都要出動工 所以 你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是廠商不想要去買這個嗎 那 那現在部長 是不是說可以承諾 就是說 趕快進來 像這種 英國的 這個居家快篩計 齁 那等等之類的 指揮中心是同意 大家可以去使用嗎 不是啦 委員 對啦 要進來我們同意 委員 你不要進來 委員 這已經看太久了 不是 委員 對 你這樣講話 升到分兩十 對 這個東西是在國外 齁 那如果要進來 當然要申請進口 這有國散的啦 一定 這真的有國散 如果是有國散的 所以現在就沒有國散 國散的榜單 都是商業使用 我說我們國產 所以用國產疫苗 也有國產的快篩刺劑 也有國產的PCR 委員 你這樣 所以可以 可以用嗎 國外在用快篩 在台灣現在用很多了 所以大家 指揮中心是同意說 有這種at home的 這種快篩試劑的使用 對嗎 有這樣的東西 我們當然就同意啊 好 那下一個啦 我想請教 委員你調好 國產的進 那是專家用的 但是 概念是這樣 你以為 這是一個緊急的狀況 每一天都死很多人 我不會叫他不要用 所以你現在 你現在 那個意思是說 我們機關 我們就能去進 快篩試劑 發市劑很多種的 你講也要用 英國也要用 美國也要用 香港也要用 新加坡也要用 對不對 是嗎 委員你現在是想要把問題說清楚 對啊 是啊 這種東西 我這樣聽就聽 有 有自用的 跟專家用的 啊我們台灣前 有的就是有做專家用的 所以 我們現在 現在知道的問題 就是說 這個快篩試劑 你用鼓勵廠商進口 嘛 對不對 所以 第一個要件 第一個要件是 你同意 這個立場 你同意說 快篩試劑 這種居家快篩試劑 你是同意的 是嗎 不是啊 但是你同不同意啊 現在是你的權利在這裡 所以在你同意之下 應該是說 你是機關嘛 傳染病房治法賦予指揮官 你的權利比院長還大 你的權利比院長還大 所以 依照傳染病房治法 五十一條或防疫條 會第七條 你就可以去許可 不用一身請了嘛 就跟BNT 就跟其他的疫苗 的EUA是一樣的啊 沒有 沒有 你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是不是可以先讓他許可 那快篩試劑在國際上面有這麼多家 的狀況 對吧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緊急的狀況 已經賦予這麼大的權利了 已經賦予這麼大的權利了 為什麼不去行使這樣的權利 你沒有去行使的時候 別人沒辦法行使耶 指揮官 所以同意嘛 好 謝謝區委員 繼續請高委員弘安執行 謝謝主席喔 有請我們的蘇院長 蘇院長請 好 院長好 你好 首先我想先還是講一下我們現在目前的疫情確實蠻緊張的包含像是確診人數已經正式破萬累計死亡人數已經來到了286人那甚至我們看到科技產業也有群聚感染的 這個現象其實也是對於我們的護國神山群是受到相當大的威脅 那現在三級警戒在昨天已經確定延長了也造成我們民生經濟的重創這個時間也不知道拖到什麼時候 我想這一次的這個經驗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過去台灣確實在疫情的防堵上是我們的強項 但是一旦這個疫情出現了破口之後看起來這個病毒登陸以後我們的超前部署能力看起來真的也不怎麼樣 所以呢現在看起來就是唯有疫苗覆蓋率的提升才是真正能夠保護我們國人基礎保護力的提升還有降低他的重症跟死亡率 那這個部分的話不免我們也要問一下到底我們的疫苗現在目前的採購跟到貨的狀況 院長您最近也看電視嗎其實我們其實國人現在最開心看到的一個畫面不是指揮中心的記者會 而是一架一架的飛機載著疫苗到機場降落到地因為我們國人現在最需要的就是疫苗 但是曾幾何時我們過去叫做台灣 can help 現在叫台灣 needs help 我們還要想辦法讓全球其他國家曾經超買疫苗的來捐助我們 所以這真的是相當的唏噓 那我首先想先請教一下院長喔 您在二月二十六號在我們立法院的專案報告裡面有特別提出這樣的一個藍色底的字的表格 您有講到說呢我們在目前是已經確定可以獲得國外疫苗兩千萬劑 到貨的狀況是二零二一年的Q1到Q2可以供貨 但是呢幫您統計了一下實際的到貨狀況 目前的到貨率只有八十七點六六萬 這個部分不包含其他國家捐助 只有在我們去年一法院給你的第二次追加預算一百一十五億的疫苗採購預算 請問一下疫苗採購到貨您持續的對外承諾但又持續的跳票 今天早上的時候您也講到八月底之前會來一千萬劑 請教一下到貨到底困難點在哪裡 為什麼在我們台灣現在最需要疫苗施打率 覆蓋率盡快提升的時候我們的疫苗在哪裡 確實困難度就在於變種病毒的發生疫情非常嚴峻 各國都在搶疫苗 那有些製造疫苗的國家本身也發生狀況 比如印度比如泰國等等 使得供貨端發生了困難 運送端也面臨困難 全世界都在搶疫苗 包括歐盟甚至於用訴訟對於它已購疫苗未到貨等 產生跟供貨廠商間的爭取 台灣也是一樣 全球其他國家都在超買疫苗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想請教的是 您已經說到都已經簽約了 也預計Q1跟Q2要出貨 那現在到底什麼時候能夠到貨 我講的是這兩千萬的部分 這個有關我們購買疫苗是事實 但是到貨確實面臨剛剛我所講的各種情況 我們現在到貨率不到5% 這個各國都面臨同樣情況 可是你可以看到一些國家像比如說韓國或者是新加坡 他們同樣也都有簽約採購其他國家生產的疫苗 但他們的到貨率就明顯比我們高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困難點 台灣在相對採購疫苗上有面臨困難 有一些是 你採購已經採購你已經簽約了啦 我現在的問題是說你簽約的合約上面 應該會寫說你要多久到貨 那你現在到貨沒有嘛 簽約上供貨廠商 就如我剛才所說 有些各種狀況 所以甚至於國際上還有訴訟發生 那我們甚至於還碰到不是合約上的因素也存在 所以台灣確實更困難更勝於其他國家 院長我覺得是這樣啦 成功的人找方法失敗人找藉口 我們現在看到的到貨跟採購率 確實就是有點狀況性 只有4.43%的到貨率 而且這些都是我們已經簽約的 這個表示說我們其實應該要去想辦法跟我們的供應商 看怎麼樣爭取到貨的速度能夠盡快 而不是一直期待說其他國家能夠捐助我們 捐助我們都非常感謝 但是這個部分不能成為我們的疫苗施打的主力 而且八月底到貨一千萬您今天早上所講的 請問包含了哪些 國產疫苗包含多少 我們國產疫苗也有定約 一千萬裡面包含幾劑國產疫苗 相關都有 都有是幾劑 明確告訴我 我可以請這個GDC 再詳細數字給委員看 現在不能回答嗎 您今天已經知道我們今天專案報告裡面 包含疫苗採購 有報告在內 那相關全部是多少多少 那不然我請部長也給你說明 聽解要回答 好大概我們有預估 大概是一百多萬 一千萬裡面有一百多萬是屬於國產 估計的 剛剛講的這兩千萬 目前Q3會到貨多少 剛剛這兩千萬一百一十五億花的地方 當然有一部分是COVAX 那COVAX整體本來 開始要從二月開始供貨 就是供了一部分 那現在講可能要到七月多 COVAX才會進來 那AZ的一千萬剩下的 AZ的這部分 它整體會往後延一個月 因為泰國廠這邊有相關的一些產生的問題 莫德納五百零五萬 莫德納應該會比較穩定 比較穩定是說我們Q3會進來多少 莫德納 他大概 大概在這一季會有幾十萬劑 然後以後一百二十一百一百 這樣逐月來進來 我希望就是院長跟部長 其實這些訊息 我們都必須要在質詢台上面詢問 我們才有辦法理解 因為這是民眾大家最擔心的地方 那我想問下一個問題是在於說 其實五月二十八號我們的衛福部薛次長 到立法院達詢的時候 有特別提到 一百一十五點五億 就是我們上一期第二次追加預算 給的疫苗採購預算 其實已經有合約關係的兩千萬劑疫苗 所以等同於是 我們在立法院的一百一十五點五億 通過的這個疫苗採購預算 已經花在剛剛講的這些三個 COVAX AZ跟我們的莫德納 這沒有問題吧 理解嗎 這個是確定對的吧 因為你五月二十八號薛次長達詢 已經說一百一十五億是用在兩千萬劑的國產 國外的疫苗 對那時候的金額應該還會包含一點 在那個怎麼講 那個五十一億就留下的錢 沒問題 那我下一個問題就想要請教一下 院長就是因為比較少看到院長 希望院長可以多回答一點 您知道五月二十八號發生一件事 就是疾管署突然去跟聯亞高端兩家國產疫苗 簽約各採購五百萬劑再加五百萬的開口合約 所以總共是一千萬劑的疫苗國產 五月二十八號簽約 想請教一下到底疾什麼 第一個 剛剛部長有看到了 我們今天衛福部來我們立法院答選已經說了 上一次追加預算一百一十五億是用在國外的兩千萬劑疫苗 請問你在還沒有法條 我們五月三十一號立法院才修法喔 我們在五月三十一號之前 其實你們的條例上限還沒有提升到八千四百億 第二個你的預算最快按照立法院議程要到六月十八號才會得到預算的審查 所以請問一下你們在沒有法條的通過下也沒有預算的情況下 為什麼要急著在五月二十八號去跟國產疫苗簽約 這是第一個想問你急什麼 第二個我們今天看到國產疫苗研發有受到我們衛福部機關所補助 食藥所補助二十億 這二十億裡面有個條件叫做一定要保障應該要保障國內優先採購 這個部分既然說已經優先保障國內採購了 你到底在急什麼一定要在五月二十八號 第三個我們今天二期的解盲國產疫苗都還沒有出來 六月中才出來急什麼 今天我們看到謝斯明計畫主持人高端的主持人 他也在他的臉書上面特別強調 他對於這個合約有非常大的疑慮 如果到時候解盲失敗合約怎麼辦 再來是陳培哲我們前審查委員也特別提到 受到的這個壓力總統府的壓力不亞於他自己在審查時候 能夠用科學跟專業來判斷 請問兩位到底五月二十八號為什麼這麼急 你難道不然等到六月中再去跟他們簽約嗎 我們可以讓所有的疫苗都通過以後再簽啦 那現在台灣你就簽了啦 一劑疫苗都沒有啦 所以我們當然都是用預採購的方式 你今天簽約表示你的預算就要secure在那裡 那我現在的問題是五月底我們的立法院才通過你的條例 追加八千四百億到預算帳上限 你才六月十八號我們立法院才會通過你們今天送來的預算書 你哪有錢哪有法員去跟他們簽約 五月二十八號你知道這麼等不及嗎 我不知道院長有沒有對這件事情可以解決 你也可以編列其他預算 如果真的人民有需要的話 還是需要 那我請教你你這一次的合約預算金額是多少 然後第二個我們所有的這些比如說AEG 我們也是在他還沒有通過一一位以前 我們不是要討論我現在問你的是為什麼其實要在五月二十八號要做這樣的簽約 你沒有法員沒有預算你簽約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確保他廠商他能夠開始來做這些相關的藥劑 他總是要準備你總不能說萬一通過以後過個一年才開始來供貨 那就前面的努力都沒有意義啦 等半個月立法院的預算就審查完了不是嗎 就是這種東西都還是要有按照程序總你差這半個月到底差在哪裡 我是不太理解啦 院長你要不要說說話你可以幫我們comment一下嗎 委員我們基於保護國人健康及疫苗的急迫性 我們都會為國人健康來採購相關的採購企業 都依照相關的規範 而對國外採購對國內採購同樣道理 我們在企業上也可以 多等半個月為什麼不行 我們 多等半個月你就有預算 合理合法的去使用 多等個時間 同時國產疫苗優先採購 我們不希望能夠延宕 我們希望在安全品質上不能打折 但希望在時間上能夠盡量有餘育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我覺得對於 其實是很急啊 國外疫苗的引進也請各位用同樣的積極程度 而不是一定再多了 那是更積極再多了 我們真的看到國產疫苗這些狀況 我覺得剛剛的回答也真的沒有辦法消除大眾的機率 我們貴案通過的特別條例裡面 就有可以先預行動支部分 而上次預算也還有餘額可以動支 所以我問你這一次5月28號簽約金額是多少嗎 我們相關的企業 我依照這些來進行 你國產疫苗5月28號簽約金額是多少 因為你用到預算啊 你竟然講說你用到的是去年的預算 那我想要問你你到底預算多少 這個 你用了多少 委員剛才是說沒有預算 好像要等到這一批的預算通過後 才能動支 我跟委員說 那是因為115億先前的2千萬的疫苗的扣打 你們已經告訴我們用完了 所以我才問你說 你如果是用上一批預算 你動支的是哪一個部分的項目 那上次的預算裡面 我們還有餘意 所以你的餘意是用了多少 在5月28號簽約 沒關係 如果這個 在這裡沒辦法回答 我相信 這也大家都看在眼裡 我們直接進下一個題目 委員上次那個預算 還沒有動支的還有64億 64億 國產疫苗的這個簽約是多少 國產疫苗5月28號簽約是多少 委員剛才所講是說 沒有預算 還沒有通過程序 你即使 我還有其他問題 既然院長部長跟我們的主記長都沒有辦法回答我的問題 我想這個都留在我們社會大眾公平 我們都有國會直播 再往下 我們這個264.46億 在我們這個計畫書裡面真的是自製足跡 我幫你列出來了 34億元就在他下面的詳細說明怎麼計算 264.4億呢 一個字喔 大概會是10億元 我幫你算過了 那這怎麼用的呢 我們沒想到 既然是蔡總統 在我們柯文哲市長 宣布台北市民免費打疫苗之後 蔡總統還勞架他半夜的11點40分 要發文告訴我們說 原來這個預算264裡面是40再加上224 我先不說為什麼總統可以對於我們還在審查的預算 提出這樣的政策宣導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喔 這一個 預算40億 到底夠不夠讓全民施打疫苗免費 因為我自己算過 因為我的父母其實他們有去打自費的AZ疫苗 一劑是600元 當時 那600元這樣的數字 算上剛剛講的我們的衛福部薛次長說 現在的目標是4500萬劑 請問你4500萬 乘上一劑600元的這個自費的項目 我想請教一下 40億真的夠嗎 院長你要不要做一下數學算一下 告訴我們 第一個我們的目標 有時候這樣實際在施導 我們還是大概就是兩倍量是最大量的 4600劑就是百分之百 事實上也沒有國家可以達到4600劑這樣百分之百 所以您的40億的基礎基督是什麼 7成的一個施打率 那也大概就是 好 3千多萬 我想問你喔 你看一下那個螢幕 首先第一個變數是X X是一劑到底要負擔多少行政費用 包含診療費 掛號費衣財費等等的費用 現在民眾去打自費之前是一劑六百元 請問你這數字有沒有下降 民眾打的但是我們不是照著自費 本來的一個就是一劑就是一千萬的一千萬 一百塊的一個儲置費 一百塊儲置費 不是那個儲置費 那然後每打一定的量 就給予一定的獎勵金 用這樣方式來 我這樣聽起來其實部長跟院長喔 其實你們在喊出40億全民施打疫苗免費 根本沒有好好計算過 因為你沒有算公式給我啊 你的X跟Y乘起來才是40億 但你都算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謝謝主席有院長 主席幫我請一下蘇院長 好 蘇院長請 館長好 喂 你好 請問今天是幾月幾號 今天六月八號 五月八號 離華航機師確診剛好一個月 從五月十號 五月十一號開始大爆發 請問院長 目前我們因為疫情死亡的人數有多少人 我們到今天還會公佈 到昨天為止 兩百六十 兩百八十六位 確診人數有多少人 院長 雖然也不是指揮官 這些數字人民都記得 兩百八十六位往生 有的人死的真是是很無辜 陳時中 當時我們認為破口就是華航的軍事 牽涉到兩件事情 一個是諾富特 那個公文被人家 就公文走了兩個半月 還講個俏皮話 說病毒走得比公文快 第二個就是三加十一的政策 請問陳時中說 三加十一的政策他負責 他負得了責嗎 請你回答 委員 指揮中心指揮官當然負決策的責任 這句話是沒有錯的 負得了責嗎 我們看下一頁 會議紀錄會不見 你當公務員 你當公務員 你當民意代表那麼久 任何一個重要的決定 會沒有會議紀錄 中華民意的公務員 沒有一個人會相信 他講得出口 不是 委員你要看 沒有 院長 很多人已經紛紛在找我們民意代表 包括我們 很多家屬要求要駁陪 陳時中他負得了責任嗎 今天你要報的社論怎麼寫的 他負得了責任嗎 委員長我想再請教一下 剛才高宏安委員也問 請問目前疫苗的到貨數有多少 早上我的報告 到今天為止 早上我已經有報告 就是我們早上在給委員的 數分資料裡面也都有 多少嗎 我就是想要 報告是你報告的 你應該把數字記得很清楚 我們現在在手上兩百一十一萬計 兩百一十一萬計 院長這些數字都要把它記好 我 我記 那我再請問一下 剛才 有一個委員問的 你應該記得很清楚 我們A日疫苗買了一千萬計 現在到貨是一點七萬計 還有九百八十八萬 還沒到 莫德納買了五百零五萬計 上貨十五萬 還有四百九十萬 國標設的平台 還有大概四百萬計沒到 請問 我講精確的時間 A日什麼時候 現在我們買的 我們買的九百八十八萬計 什麼時候會到 委員剛才我已經有說明 我希望你再說一遍 都有相關 我不要講那個原因 我不要講那個原因 你是全國最高的行政首長 人民想要知道 什麼時候會到 我們都買疫苗 什麼時候會到 有些有遲言 如果照原來 我們都有報告 請問什麼時候會到 老百姓只想知道 不打任何一種疫苗 這都是國際認證的 都可以 我們都願意打 什麼時候會到 今天是六月八號 告訴我什麼時候會到 這個委員應該是這樣 你回答不出來 不是 委員你不要做這種結論 我再請教一個問題 很多疫苗 後來的時候 他是不是 我們都有 預估 他是不是說到 你就是回答不出來 不是啦 你都願意這樣講話不好 郭台銘總長 願意捐五百萬劑 國官會 願意捐五十萬劑 你們什麼時候放行 什麼還要卡多久 這個問題 沒有卡 你怎麼可以回答 講卡是不對的 我們 人家都二十天啊 我們 各種理由 如果說你真正要解決問題 不會像陳時中講 有八種說明 有八種表 我剛才講 以前不管是在 陳水扁時候的官員 馬一九時候的官員 這個專業的人 大家說 都按照要事法 第四十八條十二 就可以立 看你要不要做嘛 你還要讓台灣死多少人 你們才願意 你這樣講不對 因為 郭台銘先生 國官會 願意 來 向國外爭取疫苗 我們很感謝 也都樂觀 也都願意 你講再多的理由 院長 院長 他要買也要買得到啊 我今天早上在電梯裡面 碰到裝Ratio 我說 你們是執政黨的委員 麻煩帶一句話 老百姓現在都是 非常的惶恐 老百姓都是非常的惶恐 連我們委員辦公室 每天在辦公室 大家都戴著口罩 這命是很重要的 院長 你如果真的想要做一件事 想盡辦法去克服它 人家是要送給台灣老百姓 你們眼睜在看老百姓 一個一個的倒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這樣 他都沒有疫苗怎麼送 他只要進口 也要延長 麻煩你回家去看看 陳時中的心 是什麼顏色 又必須把相關疫苗 院長 人家有貨 回答我 我在質詢喔 我們分11類 一類人打完了沒 第一類就是醫護人員 都有相關 有各地施打的情形不同 現在請教一下 也有不同的比例 現在可以施打到第幾類 昨天有新公佈 一批一批 現在可以打到第幾類 你不知道就請陳時中過來 這個委員 這個比如說熱區 雙比 你實在不用功 不是不能這樣講 委員 很多事情 就相關的這個數字 你不要講話 你真的不能這樣講 部長請教一下 現在正在打到第幾類人 現在在雙北 我們打到第三類 那其他隊打到第一類 然後現在 你剛剛講什麼 雙北是第三類 對 打到第三類 還有其他地方呢 其他地方是打第一類 打第一類齁 那是在原來的這一級 我現在有幾個問題 我是排在第九類 我什麼時候可以打得到 要看前面 我們現在是75歲以上的 你告訴我一個時間 我什麼時候可以打得到 這很難去預估 但是我們能夠儘快 我們能夠儘快 就是你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 老百姓就是現在每天的惶恐 就是我什麼時候可以打得到 因為打不到 都有機會會確診 我再請教一下 你最近有人在質疑第七類人 第七類被你們歸納為五萬人 請問這五萬人是什麼人 我們在第七類的就是 你告訴我 這第七類五萬人是什麼人 維持社會必要之運 是什麼人嗎 你講嘛 那可能就是要我們請經濟部 還有相關的單位 去把牌出來 看哪些是在維持經濟上面 維生所必要的人類 什麼人嗎 所以我們請經濟部 要來牌 你告訴我 我沒辦法知道 社會運作總是一些基本的人在動 什麼樣的人 是有關係的人 不是 是有特權的人 不是 不是 那是什麼人嗎 你告訴我 維持社會水面 各方面 你告訴我是什麼人嗎 我只要求就是說 對社會運作必要的 這些維生必要的人 那相關單位 就要去查你出來 就是維持著必要的人 蘇院長是最高的行事 當然 你們都可以打 這是維持社會 社會運作的人 請問第七類的五萬人是什麼人嗎 怎麼會跟經濟部 怎麼會跟經濟部扯上關係 那當然就是 跟經濟部都有關係 水電 什麼人嘛 水電 人家聯合報的訊息 就講得很清楚了 什麼聯報 院長 院長 老百姓大家的生命 都是一樣重要 院長 我講真的 生命 大家都是 沒有分什麼見貴 也沒有分什麼 跟你們關係好 或不好 才可以打 不會這樣 可是你們這個 第七類就是講不清楚 不會 不會 指揮官說要問經濟部 那就是跟商業有關咯 還有國防部 跟商業有關的人 難道只有有錢的人才可以打 沒有錢的人就不能打 絕對不是用這個做標準 那是誰嗎 那是誰 你告訴我這五萬人是誰嗎 這個委員 一個維護國家所必要 委員部長 你聽聽 這五萬人是誰嗎 你跟我講這五萬人是誰嗎 維護國家 講不出來 答案 答案在你們的心中 但是你講不出口 不是這樣 你講出口 我告訴你 全國老百姓就跟你暴動了 唯 你這樣就有點維 維身上面所必要 像水便交通 很多都是一些必要社會 運作必要的人士啊 那是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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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我那是誰 我就講水便 那相關的人 舉例吧 舉例那是誰嗎 當然是要經濟部 交通部才能夠報上來啊 你們不敢講 國安部 交通部 經濟部 相關 國王安全 維護國家 基本運動 水電交通 這些人也 都包括 麻煩你不要搶答了 如果說是國軍 如果是警察 我都覺得他應該排第二類 因為他們很重要 國軍跟警察只有五萬人嗎 院長 不要睜眼說瞎話 很顯然不支持國軍 也不支持 也不支持警察嘛 我再請教你 因為你們打不出來 你們不敢講 請問院長 我們現在台灣 有多少的移工 我們現在台灣 像整個個縣市移工不一樣 譬如 有多少移工嗎 八十十萬吧 你也不敢講 你也不敢講 用工一點 七十五萬人 八十差不多有八十四萬 你講了 你告訴我多少人 八十四萬大概差不多是八十四萬 各縣市婚部不一樣 等一下 我們這些移工分兩大 大概分兩大類了 一個是在製造業 在工廠 還有一個是開戶 尤其是製造業 沒有這些工人 沒有這些移工 工廠能夠生產嗎 很顯然他們沒有被歸類 連第十一類都沒有 這些人 你要不要給他打 這個要看數量跟市序 那移工當然也很重要 你們沒有答案 都很重要 下一頁 這是今天所有報紙的東東燈 中研院的院士叫陳培哲說 最大的困難來自於蔡總統 他吃官以後 蔡總統已經講了 他就是這個院士講 蔡總統都說七月底要打國產疫苗 只要屬敢說No嗎 所以每一句話都刺在我們的心 對不對 蔡總統不要因為你現在是總統 你有權利 就像你們兩個你有權利 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不可能 你們的權利 不要忘記 來自於人民 院長最後問你一個問題 昨天你宣布 三級管制延長到6月28號 請問什麼時候要解除三級管制 我們是疫情的狀況 希望早一天解除早一天好 疫情的狀況可能是要到八月 可能是到九月 我們不希望這樣 有一步都作案 大學生要延後開學 院長今天是6月8號 我們到八月底好了 還有兩個半月多 還有多少人會往生 每天大家都活在擔心受怕 身為官員 你對得起 你們對得起老百姓嗎 老百姓把權利通通給你們了 你們喜歡錢也給你們錢了 好 時代雜誌說 台灣是有最碰風的 美國的時代雜誌 最碰風的防疫政策 英國的金融時報講說 防疫會破口 就是因為它 一開始每天都在講 超前部署 發生了疫情 五月就發生了 沒有病房 沒有疫苗 測試的能量也不足 現在全台灣 超前部署 只有剩下一件事了 就是陳時中在超前吹牛 你讓台灣過什麼樣的日子 很不公平 一年多了 我們房地的房地 好 謝謝 廢委委員 發告委員會 休息十分鐘 休息之後 繼續進行質詢 現在休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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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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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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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